学习佛陀的智慧 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充满欢喜 学佛是快乐的事情 学习佛陀的智慧 将佛法融入生活当中 秉除自我执念 欲望 对待所有人事物心虚有理 经典当中所要传达的思想就是正向的 而保持良好的心态学习 更能时时刻刻充满欢喜心 那么同样的 你总觉得学佛好像没有带给你快乐 你要看一下是不是你学佛的心态有问题 佛法肯定没问题 心态有问题 才是造成你不快乐最大的原因 那么在我们的音乐会里面 常常是一首歌跟一首歌的中间 一首歌跟一首歌的中间 我们会来讲一下生活上的体验 我们会来讲一下佛法对我们生命当中 能够带来什么样子的帮助 佛法能够带给我们用怎么样一个正向的思想 也就要讲说 我慢高山 伐水难入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用一个防备的心 你是用一个傲慢的心 你是用一个骄傲的心 你去参加任何的活动 当你那个高傲的心一起的时候 它就好像是在你的心前面 阻挡了一座高山 那么再好的伐水 再有力的伐水 它都没有办法直接穿透那个山 进到你的心门里面去 所以当我们愿意把我慢的心去除的时候 伐水就容易进来了 心里的富足就是快乐的源头 其的佛法能让心里获得更充实的能量 在面对不如意之事 能善用佛法的智慧去化解 另生活处处皆有佛法围绕 佛头曾说过 众生皆有佛性 与大众广结善缘 快乐自然也就源源不绝 十方新闻一带 今天有点高雄成本报导